全球快递够 郭正亮主讲人也在现场 但是因为怕郭正亮太寂寞了 我们找了另外一位帅哥 资深政治评论家 是蔡时平 时平跟正亮两位 我们今天要评论的第一个主题 是昨天的立法院 那个视频 你认为昨天的立法院 到底他所展现出来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每个人还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 有人说是你莫名其妙 你讲了立法院 所以怎样 那今天的联合报的社论 我觉得他标题讲得很好 他说没有官说的院长 要向官说的院长道歉 这是一个价值的社论 你怎么 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我不晓得正亮怎么看 因为正亮对民进党比我熟悉 他比较偏袒民进党 他对民进党比我 我倒也不至于 你不要一开始 你不要一开始就让我 我跟正亮交情很好的 你可以抗议 我先这样讲 我觉得我看这个政治的时候 我常会觉得 政党政治有时候像一个天平的两端 民营党的问题是 他们的优点是 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反应很敏锐 够快速 快很准 是民营党的特色 相对来说 国民党就是在快很准上都差很多 可是民营党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常常会过头 over 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看 当这个愚勤 或者说民间的同情 对王金平王院长 可能比较有利的时候 可是民营党呢 却会出现 比如苏主席 或者是吕秀莲前副总统 把他推到罢免 肯定晓得一到罢免 就是蓝绿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样的国会 昨天的国会是一样的问题 当你在国会诉求的时候 你对于行政权干预立法权 这个诉求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道理 可是当你说你要提出四个条件 而那四个条件一摊开来一看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好笑 跟行政权没什么大关系 后面两个议题 不就是你平常一直在诉求的反合事 等等 就说这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你干嘛 你又over到了 所以我的感觉 昨天我用这样来讲好了 昨天也是我的老朋友 高志鹏说的 他觉得昨天像黑帮老大 在那里讨公道 我觉得他那个玩笑话里面 也某种程度上 也点出了某种民进党 昨天那些委员们的 某种内在的不安 当你清一色黑衣服走上去的时候 黑色的衣服 在那个厂商那样子 像什么 在传统我们就媒体上 大家得到印象 那就像这个黑帮为事 对不对 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是出病的意思 对 民进党 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上面 他的困局就在于说 他常常会over的走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好 回答你这个问题 昨天那样的一个走法 对民进党来说并没有加分 对 对王金平来讲 也不见得加分 好 那对于国民党来说 他至少没有怎么失分了 因为那场面不是他造成的 所以他等于没有失分 所以如果在这个局面 下次还这样子 因为这刚好碰到中秋廉价 所以礼拜五就没了 下礼拜二如果再走这么一次 还这样玩的话 我认为了 至少在某种民间所期待的 不希望你这样做的 这个前提之下的话 民进党不会占到便宜 所以我的感觉是 最好了 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还是下礼拜 把他回到一个就事论事的上面去 你可以在这个 让江恩葵上台报告 然后在报告过程中去批评他 去刁难他 去删他的预算 我觉得这都是很合理的朝野攻防 但昨天那个场面 下礼拜二最好不要再有 而且他昨天还播了一段 那个录影带是马英九 当然那个是可以公平的 因为他那时候讲人家沉睡别 18%应该下台 但是播了四次 这个跟直询有没有关系 我就不知道 只是看起来慢慢的 如果民进党 因为他有个别委员 有个人表现的问题 要做秀 那再加上整体 刚才视频有点提到 就民党的政治运动 不管大小 最后都会over一点 当他over的时候 就会让蓝绿归队 那如果蓝绿归队的话 那这件事情的真相 当然有法律诉讼 可是郑亮你当过立法委员 昨天那个场面 其实早上一出来之后 到了中午 很多人就会想到黑道为事了 就会想到黑帮了 你们的那个民进党 昨天的那个策略 基本上来讲 你觉得有加分吗 昨天的主席不是民进党 可是最后变成你 昨天主席是江跟王 江就没讲话 我分两点讲 民进党其实要缩小打击面 他要找国民党部分成员 可以接受的议题 比如说特征组 要成立调业委员会 我觉得他应该集中谈这个议题 而不是废特征组 不可能 就是说你对特征组 这个制度可以检讨 那就是说 你要求江以外要承诺 说成立调业委员会 以及特征组的制度要反省 那你承诺了 我就让你上台 如果这么集中 那社会就听懂你的诉求 而不是合适了 会有点双掌 从事上加进来 所以你觉得他的这个 他昨天的诉求 是对国民党团来讲 我没有办法接受 不过昨天有另外两个现象 值得注意了 昨天国事论坛有18个人 上去讲话 那国民党只有两位 抽到签了 那事实上是参与非常不踊跃 那是故意的啦 那故意我就要讲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昨天那个场 因为江以外进场跟离场 还有在里面的整个神情 让人家容易联想到他沉着在胸 就是认为王金平你早晚会离开 所以我不需要跟你太热络 我的意思说这个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比如说18个国事论坛 如果认为王金平可以做很久 那国民党的委员当然要去为事嘛 可是事实上去抽签 最后只有两个人 而且是孔文集 孔文集还上去讲一些有的没的 说马王你们赶快和解吧 他们党团不是说要挺马中王啊 我知道 可是就是说 所以大家都跑人啦 可是他按照人数比例啦 他不应该那么少人的 他讲了有没有道理 我是觉得你觉得这是国民党自己棄手吗 不是成竹在胸 对 成竹在胸的意思是 江颖化成竹在胸 认为高等法院会驳回家处分 那是他的政治判 法学判断啦 可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正亮兄所讲的是 从法的角度来看 那我觉得从政治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你的节目 第一天我就讲 国民党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瓜味大饼嘛 也就是说只要马总统的意志 马主席的意志是够坚定的话 其实大家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党内的人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马总统最近包括 包括昨天 接受中天的访问 立场还是非常清楚的 说这是一个弊案 换下来说这个定调 其实是说给谁听 是说给党内的 他当然希望党外面的人也听到 可是他更重要一点是 党内的人要听清楚 我马主席 马总统很清楚的 对这个事情我是没有让步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很清楚啊 这些党籍的委员 就算跟王近平有很好的示娇 他也许不会跳出来 帮马主席来骂你 或者是来说相 可他至少不会讲话 所以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部分区当然不敢繁忙 那区域的也没有跳出来 对江一话不尊重国会 有所值点 说话家说 郑亮兄的从法的角度 跟我从政治角度 两者把它合一的话 那就意味着说 其实这个形式很清楚了 只要能够撑的一段时间下去 马的气势 王的气势一定会往下掉 这是没有办法 而且就法的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这两天 那天电话连线我也提到 因为就法理上来说 没有道理说一个民事的程序 竟然可以回过头来 限制一个卡住一个政党内部的党籍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他over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一定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这样还得了以后 昨天马主席 在马总统在接受中间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也特别引了一段台联处理 临时加 临时加那个事情来做个例子 那其实他的目的只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也许法是可以救济一个政党 在党籍处理上的不当 或者是go over 但是你不可能回过头来 变成主导一个政党的党籍的处理 我想他最小目的是要澄清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后 我觉得大家会听懂 那重点到最后就剩下一个什么 所以他为什么把调子放软 到最后就是回到说 你处理的过程中 是不是稍微手段稍微硬了一点 或者是不够人情化一点 我觉得马大概到最后 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 稍微要花一点时间解释 还有特征组 对其他部分我觉得他基本上都OK 我觉得这是后续 就是说这个马王的问题 王要不要离开的事情 底定之后再处理 郑亮等一会我们来听你的意见 欢迎收听Coco早餐 8点33分13秒 我们在中秋节之前 有彭治原方来 在今天节目很热闹 蔡市平跟郭正亮 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昨天的立法院 其实基本上 对民进党来讲也没什么加分 那这个郑亮一直觉得 江一华胸有成主 他是政治学者 他不是法律学者 高院的判决 如果撤销家属分令 王金平就死了 对不对 不他也可以上诉了 那最高他通常人家认为 最高法院 你看有没有法条 大概就final 就final 所以你认为他们判断 那现在王金平的律师 突然要求高院要抽签 公开抽签 那好奇怪 为什么 他这个不是关锁特权吗 不是这个是律师的诉讼策略 律师诉讼策略就是王金平本人 王金平本人不在现场 那律师他用 他要求这个 当然就是要提起大家注意 他前提就是说高院不公平了 那他就是担心他输了 我觉得他就是要提起注意说 这里这个高等法院 是最容易被运作的地方 这个手法那个构正派 手会伸进来 这手法正派 他要引发联想 对吗 他要引发联想 你觉得他是他策略 因为寇寇你刚刚讲那个 刚刚视频也提到 就是说台北地医院的贾处分 因为贾处分当天 刚好是草野协商那一天 那林洪池就是去参加那个草野协商 那如果未来立法院的纷乱 那人家就会 因为你知道高等法院的法官 也要去解读现实的状况 那他如果发现 这个贾处分事实上是跟宪法秩序相关的 那他就不能完全用私权来处理了 对 那这个问题只要扯到宪法秩序 王金平是很不利的 所以高等法院有可能会跟裁 跟裁意思就是 贾处分力要取消 那王金平的党员资格就确定没有 对不对 他自己再去打民事诉讼案 那个在网上 在网上高等法院只是法条问题了 他自己还有一个案子是民事诉讼 但是他还是要离开他的院长的职务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昨天呢 马英九他还蛮自制的 你知道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好几度对那个法院的判决 他不是都 哎呦不要讲了 就是说从那个法 我从法的这个宪政的体制 跟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昨天的中国时报很清楚的写的 似乎正量说 江一话或是马团队 马江这一批的核心 他们的乐观好像是有谱 但是这个不是高院被戳掉的问题 郑亮都喜欢带个小名女生 我说他们想要运作这个联想 他意思是说王的律师 王院长的律师 他们在诉讼策略上 但是希望运用这种策略 他就可以用这样的诉求 其实我觉得这问题 是回到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你只要一个政党 他的开除党纪的这个程序 没有问题 或者是这个开除这个党员的 这个党纪的处分 是非常坚定的话 你其实后面的东西都 我觉得都是都只是拖时间 都是政治问题 对都是政治问题 他都拖时间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王院长心里面 应该也心知肚明了 那也就是说他能够拖的时间 其实并不是太长 那相对来说 他如果心里面真这样想 那就印证了 刚才郑亮兄所讲的 对于这个马江来说的话 他们当然知道 这也是时间问题 那既然是时间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就 不断的加强论述 加强说他们这个 做这个举动的正当性 然后一方面的降低 他们的姿态 然后尽量温馨一点 来弥补他们 被人家批评说 不够人情等等 我觉得他现在两套策略 是这样走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 都印证了我们两个的说法 就是在法律上 他们大概会觉得说 只要他坚定立场 法院那些东西 基本上到最后 都是走程序了 所以王一定也知道 所以王现在的盘算 应该还是说 能拖多久 在这拖多久的过程中 他能够累积出 什么样子的民间的能量 那现在看起来 我还是觉得 他最高的能量 应该就是在 前面那几天 以后大概就逐渐往下滑了 对因为民进党要归对了 要归民进党的对 刚才这个大人提到了 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加异化 因为郑亮认为 因为他是他耶鲁的 这个同学 他觉得反正成熟在胸 昨天我就忍耐一天 一天都不讲话 就坐在那里 这样看东西 然后让这个法院来判决 那这个高院的 所谓的公开抽签等等 高院曾经 陈水扁的案子 是有公开抽签的 因为他们说 这是总统的案子 那今天的高院 这个昨天的答复是说 应该就是抽签 那王金平的律师 是希望把法官的名字公开 我觉得他的策略是 想要公开法官名字 然后用议论去压制法官 因为他们认为 地方法院的三位女法官 是在名字被公布之后 有没有 他们名字公布之后 第二天开何一庭 审理庭 然后就发现 这几个法官受到了 议论很长的压力 是不是这样子的 先讲实评 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策略 策略上 我觉得从你刚刚所讲的 还是郑亮雄前面所引的题 大概都是对的 我所谓对的是说 他大概都往这方向去走了 那高院当然 我的看法是 高院如果有惯例 有潜力可圆 那当然就没有话说 因为最怕就是你没有潜力 那既然有了 陈水扁前总统的这个潜力的话 你对一个立法院院长 要不要这样一个例子 我觉得到未尝不可 可是麻烦就麻烦在 这个也不能太over 因为这是民事厅 因为你太over了以后 你可能也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这样的话 以后只要碰到有影响力 有地位的人 那我们法院 就得要用完全透明的方式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适可而止 还是法院维持自己的尊严 最重要的一个立场 对高院是说 民事厅从来没有这样过 因为这是一个民事的案子 这个没有公开抽签 那这个对王金平的律师阵营来讲 他们这个好像是有节奏的 郑亮你认为他刚才你也点头 你觉得他因为公开抽签 法院的这个高院的法官就要被公开了 那他这个可能想要打一个这个 舆论的或者说给一个民间的 民意压力的战争给法官 用政治手法 那接下来我的判断 昨天我的判断 但是他得到的反弹 也是施萍所说的 难道就是你王金平厉害吗 那碰到王金平的事情 就要这个公开抽签 哇那你真的是一个 有特殊待遇哦 的人 那他要碰到这个反弹 第二就是说 他现在的步骤 似乎是准备高院 如果输的话 他要打一个被司法迫害 这样的一个形象 王金平会打这种烂仗吗 我觉得公开抽签 这个动作不聪明 因为事实上网路 一定会公开法官的名字 没错 不管你有没有正式抽签 没准厉害 一定会这样搞的 而且挺王的 一查就到 网路多了 那目前事实上 我昨天听到一位长辈跟我讲 他就认为王金平 最多只干这个会期 这会期我看还挺长的 不就是到明年一月左右 OK 12月结束 然后一月 就是说这个根材 不会太久 因为如果牵涉到宪政秩序 那是紧急事件 他不会拖太久 不会拖太久 那不会拖太久 当然就牵涉到 你刚刚讲了 就牵涉到互动 让王金平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目前 刚刚视频讲的很准确 就马跟江就知道 他就说反正法律 就照程序走 他对法律是乐观的 那现在就是要减低 他早期那个处理手法 造成的反弹 就是没会没把塞 就打温馨牌 打温馨牌 不然怎么会讲 尊王这个调子 不过江银化 昨天那个尊王表演的 他没有表演出来 没有 他没有 眼神没教会 没握手 body language 院长他进去的时候 跟出来的时候 我不太懂 这个正量做过立法委员 他昨天是做案 当散会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打招呼 当散会的时候 通常院长不必打招呼 他就很少这样 不必跟院长立法院长 我跟你讲 都会打招呼 陈冲 刘兆 以前游锡坤 都会打招呼 会寒暄一下吗 至少对自己的阁员 要有一个热络的感觉吧 那他 他连跟王金平 完全没有这个肢体语 他眼睛都没有看他 完全都没有 那王金平说什么 报这个 播那个马英九的影片的时候 他还偷笑 他偷笑干嘛 这个新闻对他也不好啊 这还是记者在搞的 我没有看到那个 他忍耐很 他是露出笑意了 就是说他在播那个 18%那个 18%应该下台啊 那那个 这是联合网报记者先写的 好不好玩 这个电视画面有出来 他真的有笑 他就是忍耐在不笑 我忍耐半天没有办法不咳嗽了 好 所以视频 你看 我昨天这样判断 他们整个的发展 其实王金平的表情是很凝重的 因为一个立法院长 台湾有很重要的两大报纸 一个是联合报 一个是中国时报 联合报 他昨天的社论 是用这个八二原则批王金平 他就说法院难道要 这个官说院长继续做下去 他的黑白机狠狠 他写说 一个官说的主席 中华民国国庆大典 在上面做庆典的是官说主席 接下来翻过来 中国时报 这两个报纸 都不是新兴报纸 它是长期的累积出来的报纸 那中国时报是讲 民事救济 不宜这个损伤 既有宪政规则 他写得非常完整 王金平 一般的民众不看社论 王金平应该会看社论 我昨天的感受是 王金平看社论 如果在20年前的台湾 这两个社论 就让王金平请辞了 所以我觉得王金平 昨天应该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想我们从肢体语言上来看 但你必须承认了 我觉得我同意郑亮所讲的 昨天的江院长的表现 他其实可以在身段上 再软一点 让大家看到说 你尊王的这个调性 是展现出来了 他昨天那个感觉是不承认的意思 那会不会太那个 他如果软一点 会不会太恶心 但我第一说水软是说你可能 你可能尊重那个坐在那个主席台上的 那个位置的那个象征 因为毕竟他每一次行政院代表 他团队来到立法院的时候 都要向大院表达一个尊敬 我觉得你应该是说这个东西要表现出来 但我当面也回过头来讲 这可能也说明了江基本上还是个书生本色了 他觉得心中有一个是非是什么的时候 他就比较难在语言上 约他不是政客 这样不行 我认为了 他铸隔已经三年多了 我认为他在这个部分上柔软度 当然还是可能还是稍微不够一点 你的意思是说他走的时候应该留下来吗 这个位置是省预算 对我知道 所以我才说 所以我才说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能说你往替他辩护 就说他书生本色 他比较心中有个是非的时候 他就不太容易在语言上面 姿态上面表现出来 可是反过来讲 如果说他稍微多一点的 对于施政上更圆融一点的话 他也许就要知道说尊王的那个调性 是要稍微要用自己 对稍微要自己要用一点语言 或者是 或者你不用语言 用肢体语言来表达 我就说肢体语言 对 但我觉得比较关键的还是在于 真的还是在于 我觉得 要专情一下 王院长的表示神情的凝重 基本上我觉得他也许在昨天场合里面 也看到了 心理有数 对 一方面心理有数 国民党委员也没有出来帮他讲话 一方面民进党挺他 对他来讲也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这种时间脱场以后 蓝军人会觉得说 哇那这样搞下去 你还真的跟民进党这件事 对 对 这关系好像还肥浅 所以我觉得他昨天的凝重 多少还是觉得那个场面 如果这样失控的话 对他不见得是好事 对 这个新闻的变化很强 从礼拜六 然后昨天开始 你会看到 连电视台里面也有一部分 就开始比较清楚的 给马英九一些说法 那马英九当然也 这个用你刚刚讲的所有的温情诉求 马英九他决定昨天接受电视专访 其实风险非常大的 因为在法律 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 你定了个调 因为他昨天根本对求和这件事情 一点都没有松口 他还说这是弊案 就我知道他本来接受访问 就是一个原先的行程 原先就在九月中秋节附近 要接受一家电视台访问 因为答应了这家电视台很久了 他的日期是选中秋节前后 最后他选了钱 也就是说他选了高院开庭之前 哇 这个是很大风险 那而且他强调是弊案 我以为他去上节目 要给自己一个合的空间 那不行 那对 所以我说 就是说因为 因为昨天的报纸上不是出来说 有立法委员这个跟他讲要合吗 所以他昨天的 马英九昨天的时机是非常坚定的 那这个 他已经抗告了 抗告他怎么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完全没有合的这个空间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内的所有的人应该也看得出来 我讲 我们在之前就 其实我一直我一二再再二三的 一直认为他没有退的余地 那问题是他可能也会输 他没有退的余地以后 他才能够兼顾党内现在对他在观望的 在马王之间观望的这个力量 那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他再一次的坚定以后 你可以注意 游依的声音慢慢的少了 然后慢慢 支持马的人多了 慢慢多了 这就是表示说他非要这样走不可 即使冒着 我们说即使冒着很小很小的几率 就是说万一将来 高原他输了 但我觉得那都没关系 重点是说他一贯这个立场 这是对他来讲是最后的一步 而且是坚定他这个 马氏风格的最后的一张牌 他也必须这样走 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林洪池 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道歉这件事情给屈服 你知道吗 8点47分 用王津平的王室风格 如果过去是这种纷争的话 他很可能会接受道歉这件事情 陈冲那一次不是搞搞搞搞到下午4点钟吗 有没有 然后叫陈冲呢 要答应说不要用行政命令 对美牛这个过关吗 对不对 好这个8点47分55秒 精彩绝伦 高原会不会在今天自为 做出最后的裁定 不知道 但是峰回路转的情况之下 似乎马英九 也有他的战略 但是马英九这次 到底有没有没回没马赛呢 等一下我们再请 两位来评论 好我们看这个 王津平跟马英九的这个战争 视频 昨天马英九多少次说 这个是弊案 哇 这个没有空间了 对啊 是没空间了 我觉得我倒觉得 从他的角度来说 这也是他必然要走的路 因为才能够证明他 最多就是人情上面 有一点点失策 但其他的部分立场 这个大是大非 他都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的媒体 我觉得有几个大报的社论 还有一些评论 基本上还蛮支持他的 我觉得他大家支持的 也只是一个基本的精神 这个精神其实 我相信郑亮还有 可可你都 你也很了解 第一个单就是说 官说这件事 特别是国会议长 卷入官说这件事情 在一个民主上轨道的国家 其实它是一个道德问题 那话讲说 你在国外 你都看过这样的例子 即使是法院都还没有 变成一个刑事 民事或法院的诉讼 他就辞职了 就先辞职了 因为他是一个瑕疵 是一个道德的瑕疵 那在台湾当然 因为他特殊的环境 我们就算了 但是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对于媒体来讲 特别对于这些做评论的 比较精英的媒体 或者精英的知识阶层来讲 他会知道说 这个事情是非是很清楚的 所以最多 我现在这几天 我碰到很多 其实也都最多也就是说 哎呀 再缓和一点吗 是缓则缘吗 几乎没有人 没有人会敢说 官说是不对的 官说是对的 没有人敢说 我觉得这一点上 是马的优势了 就是在法上面 他是站得住脚的了 那接下来 这个民进党怎么收场 这些政量 如果高院 这个把家属分令撤销了 那王金平还是可以 打一点 这个战争拖延速 可是他还是要离开 立法院长位置 一旦是这样 我请问你 那柯建民怎么处理 民进党怎么收场 他们两个是联动的 因为民进党已经站到 王金平的论述上去了 所以他是被非法冤 冤屈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然后特征有违法滥权的部分 甚至连总统行政院长 都有违宪的部分 你已经站到那边去了 对呀 那你当然没有逻辑处理 柯建民啊 可是只要王金平 一改了他的法律的性质 那柯建民就联动 问题是王金平可以说是 高院被政府执政党的黑手 伸进去 司法迫害 那民进党跟着一起玩 你就看王金平会不会这样说 他如果这样说 他不这样说 民进党会不会这样教他 民进党会分裂 真的吗 我认为王金平 如果真的这样玩 那民进党会有不同意见 那不同意见 里面苏主席站在哪里 他一定会站在柯建民那边 我觉得这也是我好奇的 但是民进党倒霉的日子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这样假设了 我也是假设王金平 对啊对啊 司法迫害 就我们现在假设 假如这官司到 或者是这个 这个最后这个党 有坚持这个党级 最后结果是不利于王金平的话 我是非常好奇 民进党怎么收场 那民进党的内部的收场 有没有可能各种声音就批判了 柯 那批判柯的同时 大家回过台就要问 那你苏主席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同样的蔡英文这件事情 是怎么表态的 对 这个我觉得就到时候会变成 民进党内部有风暴 对 但你看这个政量很清楚的说 如果王金平跟着 这个 来打那个司法迫害战的话 那苏主席没有选择 那苏主席就叫到你脑 那你们民进党其他的 像段一康这些 比较清楚头脑的人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明年五月 要改选党主席 OK 所以这个议题 我认为会分裂 所以你认为 民进党现在的人士 最好这个平住气息 看这个高院的判决之后 不要要烧暗雾灶 不要乱动 不这个会期我就说 集中处理特征组就好了 事实上我也反对唐河 唐河那个罢免都是 让国民党更团结 正量的说法就是 王建平非去之不可 然后柯建平一定要下台 对不对 如果高院的判决是根材了 根材 就是家属分领取消 对对对 那柯建平要离开总召位置 一定离开 他要离开部分区委员位置吗 你们民进党不敢这样做吗 这个就是相对说 中平会要不要做党进取 但这边王柯绑在一起了 柯的选择空间就很小 没有了王建平走了 柯建平也留不下来啊 不你这个就是用政党比政党 对啊 就是国民党的考计会 是用撤销处理嘛 那你民进党要怎么处理 OK 有的看了 明天我们节目还正常的 这个主持哦 大家收听哦 拜拜 谢谢两位 谢谢